歡迎光臨嘉宜工作室 今天我們無法像以往一樣向大家獻上我們改編的Piano Cover 相信有關注我們的朋友們都知道上一支影片被Youtube列為Copyright Claim 類似侵權的意思 那很多人就問我是不是以後都不能做Youtube了? 那為什麼別人可以放他,然後我們就不可以呢? 那我們中到這個Copyright Claim會有什麼影響嗎? 經過我去詢問一些專業的Youtuber和上網搜尋了一些資料 我就用我的方式簡單的白話的告訴大家一些的答案 首先未經過作曲家或版權公司的同意 就自行進行Cover 本來就是一個侵權的行為 所以大家肯定聽說過一些的歌唱節目 他們都有被唱片公司提出告訴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侵犯了他們的版權 所以現在的很多的歌唱節目 他們都會很小心地使用音樂 你也會有聽說一些好像就是參與選秀節目的練習生啊 因為沒有錢買版權所以就無法進行表演 這些狀況通常是發生在那些就是直接使用圓曲的半叉蛋 背景音樂 然後就會被提告說起翻版權 我就以為我們改編,換了樂器,換了節奏 就是整個編曲都改了 然後甚至像我這樣子是即時的彈奏 然後上網沒有圖的就不會侵犯版權 其實Youtube設立了一個保護音樂創作人的機制 就是呢,你如果有原创 然後你要放到Youtube上來 你可以註冊一個Content ID 那麼Youtube的AI智能 他就會自動地幫你detect整個Youtube有沒有人使用了你的音樂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機制,保護機制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這是為了防止有人煩冒你 然後說這是他的作品 然後就盜取了你的盈利 也是為了防止一些狀況 比如你翻唱了別人的歌曲 然後你爆紅 以至於你賺取了原本那個原曲應該得的那個盈利 所以像我上支影片的狀況就是 其實他不是整個影片都被列為copyright claim 他只是取出中間的一小段 然後他跟我說是某一首歌裡面的一段的旋律 所以其實他是很嚴格的 他只是detect到旋律 所以不管我那一段落 我的伴奏是獨一無二的 我的改編是你在網路上根本找不到 他detect得到說我是在用那個旋律 收到了這個copyright claim的Email的話 我要做什麼呢? 其實他沒有說要停止我的Youtube頻道 沒有這麼嚴重 他只是跟我說 你的這支影片就不能夠賺取盈利 因為他覺得我們在用別人的原曲 所以其實我是可以繼續的上傳別的影片 然後繼續做朝著Youtuber的目標前進 然後就只是那一支影片 他就是變成一個純分享 所以這裡大家就注意到說 其實如果我要繼續做cover是可以的 那就是可以是純分享 那可能還是有一些狀況就是 你可能會被Youtube就是防標 大家很常聽到那個什麼防標 我是不太了解啦 但是那個東西就是好像我 以我查資料的那個結果 你就是中到兩還是三次的警告之後 你的Youtube就會整個被撤下 申訴的結果其實還是有很多種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你申訴了之後 那個原作他就覺得沒有侵權 那你的影片就還可以繼續 那有可能是原作覺得你不錯 然後他也不想就是這麼苛刻 然後他就讓你獲得一部分的盈利 然後他也獲得一部分 那當然還有一些狀況就是 他會自動把你撤掉這影片 那所以我現在也在一個測速過程中 畢竟我認為也是那一小段被Youtube的那個 檢測到我在用別人的旋律嘛 所以我就在想說 能不能夠通融一下這個 那這整個過程呢 可能就是要36 就是要30天 所以還蠻漫長的 前幾天我有在我個人的面子說 就是告訴大家 下一個影片就是可能就是我近期內 的最後一支cover 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現在可以純分享 那為什麼我不要繼續做下去呢 那接下來就要跟大家說 我當初開這個江里工作室的 這個Youtube Channel 為什麼不要以我個人的名義開 而是以我的工作室名義去開的 那就是我開這個Youtube Channel 主要是為了與大家分享音樂相關的 教學或者資料 那第二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翻唱翻談的作品 當然未來有機會的話 就會把我個人的創作放上來 最後就是會放上一些江里工作室的 教學日常及我們參與在其中的相關的音樂工作 Cover當然還是會有的 但是不會是每個星期都放 可能就不定期啊或者季節式的 就會給大家呈現我們的翻唱或翻唱作品 影片的最後我就會放上 我們在這個MCO期間 完全沒有進行任何的音樂工作的時候 我就在最近終於去參加了一場的直播 那那個直播當然就是 在西部的話就是在最熟悉的那個教堂裡面崇拜的直播 那在教堂裡面的話 音樂就非常重要的 那一天我就被邀請去擔任當天崇拜的私情 也就是去負責了彈甘琴的那一個人 那接下來就可以觀賞一些就是片段 就是有一些我們彩排的片段 以及進行屍體直播崇拜的時候的片段 特別聲明我們是經過政府相關部門的批准 才能夠到教堂內進行直播 我們也會在進行活動之前 將所有的SOP消毒、蓋口罩都進行完畢 天啊 又會在進行活動之前 每次都在進行活動之前 都在進行活動之前 也會在進行活動之前 還有一旦我會在進行活動中 隨便去做一旦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